35岁的刘女士是一位优秀的幼儿教师 现在开了一个少儿托管班 她的丈夫王先生比她大九岁 从事长途货运工作 两个人的月收入都过万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一对非常幸福的夫妻 但是刘女士却想离婚 三观不合 三观是时下年轻人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它指的是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刘女士认为三观如果不合 是很难在一起生活长久的 刘女士说 她曾经为了和丈夫统一三观 花了很多时间沟通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有时候你聊到半夜 同学都跟她讲道理啊什么的 我自己也累 我还上班 还照顾老的小的 然后还得吵架 还得生气 以前做的不好 说实在话 年纪轻嘛 不懂事嘛 总会有那个过程 王庆生说 在他们结婚初期 彼此之间确实有段时间 因为观念的冲突 性格的冲突 经常吵架 很多时候都是她的错 但是现在她成熟了 她希望妻子能够冷静一下 不要因为冲动而离婚 如果王先生说的是事实 那么他的妻子 为什么会在她越变越好的时候 选择和她离婚呢 这究竟是三观不合 还是有其他的隐情呢 让我们一同进入 今天的金牌调解 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刘女士 一位是王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 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我想离婚 好去好散 好好的离 不吵不闹 现在为离婚的问题 在吵吵闹闹吗 一会儿又说随便都可以 然后就算办了 也不问不问 然后问她什么 她也不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不明白她到底什么态度是吗 对 你是已经想好了离婚的吗 是的 南方王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能够不理就不理解吧 但是如果她真的想离的话 我还是同意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婚吗 我只能说一直半几年 一部分跟我家庭有关系吧 其他的也可能是性格方面 我也是一个性格比较急 很脾气很暴躁的人 如果在十几年前 可以这么讲 但我现在性格转过来了 她也是一样 她也转过来了 那既然都慢慢好了 为什么还成问题呢 我说的是都反转过来了 所以现在是她这边有问题了 她以前是脾气是有点脾气 但还能接受呀 还挺好 现在脾气动不动 我们就搞不清楚 莫名其妙的 有时说得挺好的 有时出去玩 玩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哪一句话 就人火了到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只要她开心 我们家里就开心 她不开心的话 我们一家上口 就坦白上开心 王先生刚才理了理 你要离婚的原因 他找对原因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呢 我觉得我对生活的态度 和他的生活态度 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们的很多价值观 世界观都不一样 这个是你离婚的原因吗 是的 王先生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我认为我的价值观 基本上符合大众心来 那就是他与众不同 他怎么讲呢 他属于那种理想心 我也认为他的价值观 但我生活的现实重要 王先生认为 即使妻子和自己离婚 真的是因为价值观不合 那价值观有问题的 也是妻子 而不是他 因为他的价值观 是与主流思想一致的 当然 刘女士并不认可 丈夫王先生的这种说法 她给我们首先举了一个 他们夫妻之间 因为理财观念不同 而引起相互争吵的例子 我们是一二年买一套房子 房子现在是升值了 但是我们只有一套房子 然后他一直就说 把房子卖掉 拿着这个房款 去其他地方买房子 等着升值了 他每天就想着发财 每天想着要 炒房子意思是吗 对啊 我也不是说不同意 但是我说我和儿子住哪里呢 他说你可以住房子住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有房子 我卖掉我去住房子住 怎么可能呢 如果说真的需要的话 等我们慢慢省上有点钱了 是不是 再买一套 把这套卖了 我也不是不同意 我买房子是为了住 我是刚需 我并不是说去为了投资 去为了发财怎么怎么着 而且我学的生活是 钱够用就可以了 我不学你大富大贵 而且我觉得只要一家人 这平面啊 见见看钢 这是最重要 那如果不升值呢 人家也要新成变实成的呀 这是你担心的问题 对啊 而且我觉得要那么多钢子嘛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说 很生气 我说你要买我就离婚 他说你离不离 我都一定要买 没有商量余地 我本身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是武汉的 房价的话 我们那里现在已经 翻了一倍多 空间已经没有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房子 只一万二的话 估计涨得最多一万四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 卖掉的话 这九十万的话 我就是说 留三十万 给他买房子 没有产传的房子 用来解决居住 小产传房 再另外拿三十万块钱的话 就是再去买房子 再另外我说再拿三十万 再投资 或者你去买个什么门面 或者是做点什么生意 谁面 或者另外再买一套房子 也行 你们自己是有工作的吗 我有工作 他是带小孩 家里的经济收入 应该还可以吧 就是这个想法 你这么做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给家里增加 正安全保障 他说我为了发财 是不是 我也想不清楚 一个为了发财的人 会把所有的钱 而不去保管 而且放在他手上保管 自己的家产 全部都在他手上 列在保管 他刚才说 这样他会觉得 又没地方住 又弄得非常的麻烦 他并不是想要追求 多少财富 他就想过一个 安安稳稳的日子 这一点 他的那个安稳 只是在一种精神上的 要不 屋子上面是跟不上 跟不上的 要不 本来这方面存在 不同的看法 很正常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想法 但是为什么 他刚才说 如果你要这样 我们就离婚 你说离婚我也得这样 就是怎么会 到了这一步呢 我可以这么讲 一句话吧 我不敢说他 你说离婚 说了一万次了 这起码几千字只有 我问一下女方 刘女士 这话我反过来问你 就是卖房买房 这个事真的就 必须得走到离婚这一步吗 首先你换房子 你换到远的地方 还读书呢 是不是 还有一点 你今年多大了 然后你他所说的 三十万是首付 你是觉得他负担不了 还是说什么 我觉得他负担不了 负担不了就会怎样 我觉得会很辛苦 家里会很辛苦 他刚才讲的 你拿出三十万 比如说去买个新房 还是得还贷 那这个还贷的压力 扛得起扛不起 会不会影响 整个家庭的生活 我不是 你看我说话 是不是那种没把握的人呢 我肯定我是百分之百的 看不起 虽然王先生信心十足 计划周详 但他的想法 始终得不到妻子刘女士的支持 在王先生看来 妻子不仅胆小 而且毫无远见 如果按照妻子的想法去生活 他们的未来将会活得很艰难 然后他会告诉我 他说 我拖到后队 然而在刘女士心里 他并不觉得自己拖了丈夫的后腿 他只是在阻止丈夫不切实际的冒险行为 刘女士说 他并不反对投资行为 但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量力而行 过个一两年 我说有钱我会的 因为我对钱真的没那么多在乎 比如说十万放在银行里 对我来说我不会去动 那你可以拿去投资 我无所谓 但是你起码要留一部分钱 因为上原老相也小 对不对 他也跟妈妈八十多岁 我还跟儿子 你想有一些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稳稳的这种东西放在来 对 我并不是说什么的反对他 我只是说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然后他就天天在家里吵出来做生意 我并不是没想 他都想完了 比如说你家里有几万块钱 我不动你的 我自己想办法 我的工作单位不在武汉 我也希望在一起 我想把工作位置慢慢自己转移 转移回来知道吧 所以我就想急急在武汉 找点什么事情 支撑 然后就不在现在的单位干了 好像他对你显得信心不足的样子 如果叫他说出什么理由 他真的说不出来 我可以这么讲 你叫他说 二十几岁以后的话 这个孤善的话 你问他自己看我出现个问题 他是聪明 是投资方面是的 但是他跟我死 就说这13年来也就是买房子做对了呀 他说去买美面做生意 然后我就问他呀 我说你知道这个美面大概多少钱吗 物业费多少吗 水费多少吗 去哪里进货呀 你要卖什么价格吗 你需要怎么运作吗 一无所知 你天天在家里拿着手机看小说 就是很强调个人主义的那种小说 以前是打游戏 我说你应该去了解呀 你这样子 我就算有钱给你 我也不放心了 更何况我没有那么多 我带着那个补习班 二十多个孩子 我的儿子还帮着忙 然后他的妈妈是什么样子 他也知道 根本就没有治理能力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 那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然后他回来 又还嫌我们做得不好 所有的人都说我好 但是围堵他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所以你看到的是 他是一个有很多想法的人 对他有很多想法 却有很多落不到实际 落不到实在生活的地方 对 他反而说我拖到后队 说是不是怕他要发出来 把我意思甩了 我说你如果现在走 我都没有意见 刘女士说 丈夫是一个霸道 而且十分自大的人 总以为这个家 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撑起来的 实际上 他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并不比丈夫少 除了料理繁重的家务之外 他也在不停地挣钱 开补习班之前 他是一家大型幼儿园的 教研组长 老板非常器重他 为了兼顾家庭 他被迫辞职 选择了在家里开补习班 本来我以前是在幼儿园里面 做事的 就是挂了一个职 然后是因为婆婆 治理能力不可以嘛 然后她也在外面嘛 说我就回来了 我就辞职了 补习班呢 就完全可以照顾她嘛 因为以前的时候 她生理好的时候 中午可以回来 想去买到对面 也不错 那个幼儿园也是说 高端的幼儿园嘛 当时就说 就进行园长 然后老板就说希望你 但我说家里有婆婆 不行 后来婆婆越来越不行了 在嫂子家摔了一跤嘛 然后就严肃了 你说老板那个时候 是很认可你器重你的是吗 对 是因为你的工作 积极努力负责任 是的 你在工作上 这是你的工作态度是吗 对 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了 然后教老师 在那样情况下 原本是可以竞争院长的 可以 然后选择因为婆婆的 照顾婆婆的原因回家 对 你接受吗 内心接受不得了吗 接受 我自愿的 还是有遗憾的吧 但是我自愿的 他没有 没有 没有说 要求这样 也是出于一份责任心是吗 对 要照顾好婆婆 对 当时他做这个放弃的举动 王先生怎么看 当时他也问问我 我说你不能问我 你跟我思想 这两个人截然不同 我说你问我的话 我就按照我思想 来推断的话 我说我肯定是要当软长的 他不想当软长 我说要生我的话 我就要当软长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想 他说他喜欢孩子 想面对孩子 孩子没有勾心斗角 他不喜欢拐弯弯那些事情 他喜欢直来直去 心里有猜疑的事情 他是不喜欢的 当软长的话 面对很多压力 很多人竞争了 他刚才讲的 他不当园长 不去竞争这个职位 还有一个原因 那跟我母亲也有点关系 但是当时他显摘的时候 我主要估计是 他不想面对这个东西 我是很支持他 我是害怕那些勾心斗角 因为人简单一点好 而且简单的氛围 对孩子也好 我是比较喜欢孩子 是比较喜欢自己好 他就说意思就是说 我是为了 我是因为压力 所以才回来找他的妈妈 那如果连董事长都认可了你 你觉得你还需要 你还需要顾忌什么呢 他都找你私聊 就说你尽管干 有什么有我 直接跟我沟通 越过所有的基层 比如说他会认为 你当时就应该去竞争 那么他的妈妈怎么办呢 你们当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吗 讨论过呀 那还是我的责任呢 别人说就让他孝心 你做什么了 你孝心你做什么了 你年龄的妈妈应该吃什么 穿什么应该干什么 你都不知道 所以在你这边看来 他还是有想法 可是实际的问题却解决不了 对呀 那你说他的妈妈怎么办 送到医院去 一个我也不忍心 他也不忍心 面对事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 刘女士全同在三 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 照顾婆婆 在她看来 这是一个女人 顾全大许的表现 可她的丈夫 王先生又不认可她 王先生认为 这是妻子生活态度 消极的表现 所谓的照顾婆婆 只不过是 妻子的一个借口 在赡养她老母亲的问题上 妻子也很辛苦 但最后也没闹个好评 但我妈妈是 确实比我们做子女的 大家好 我做儿子的 我怎么想 我只要尽到心 我只要我力所能及 我做到了 我就认为 我就做得可以了 她不是进行 她基本上就是完美了 我妹妹也没帮我母亲洗个澡 她都帮我洗个好多 我是感动啊 但是你完美 要看到什么情况下 她把我完美 把自己的生命透支 但是我家人也不认可 有时候我就生病了 胃不好 然后就去医院看病 她哥哥嫂子买的房子在旁边 她说要不看完病去上当里吧 给她打个打电话 哥哥呢也蛮好 哥哥说来来来 挺热情就去了 他们家都是 她的哥哥 所有的事情都是哥哥做 就是很宝贝嫂子 我们就坐在上方上聊天 然后她就在上方上躺着 她没有睡着 然后她嫂子就坐我旁边来说 小娘 听说你给婆婆洗澡洗头 我说啊 她说 你做这么好什么意思啊 是想别人说你好是吧 我说嫂子 我说 她在你家帅得不能动啊 她是她背过去的 我说她不能动 我天那么热 她那好了以后你不要这样 她在旁边 她哥在厨房里听到的 不吭声 她就坐我旁边 不吭声 装个睡 然后我很尴尬 你作为她的儿子来讲 对不对 你也跟嫂子说 嫂子 她这样做有错吗 我没有要求你这样 她这样做有错吗 她也没有谁要求她 我如果没有我老婆 我就说我一个人的话 在我嫂子家的话 那我肯定发火 如果我发了火的话 我母亲怎么办呢 你一直是说 如果把你嫂子得罪了 就不行 那就全部归我 你一直说你是为我好 确确的说 我应该是说 问我母亲好 那我母亲能够办 这个晚年度过去 刘女士为了照顾婆婆 不辞辛劳 尽心尽力 不但没有得到家人的好评 还受尽了委屈 在关键时刻 连自己的丈夫 都不为自己说句公道话 这对她来说 确实有些不公平 但是王先生说 这都是妻子自己造成的 妻子做事太刻板了 太负责了 不懂得灵活变通 在带补习班的时候 妻子的表现 也是如此 她每天教小孩 教得累的是什么样子 我不说了 她累得连走路都不想走 坐在沙发上面 就睡着了 不是一次两次 而是这是常态 她对小孩认真了 很认真 很认真 我好心地提醒她 我说你不必要这样 我像你这样认真 待不成的 孩子没教好 把自己打进去 她把自己的体能 跟精神 力量全部都吐吃 我好心提醒她 过后她向我发火 她说你不知道孩子怎么样 你知道我多累 我多苦 我就是因为知道你 我每天回来 我尽量点都帮你 她反而送我 觉得我是小人 她们都是我信任的朋友 信任的家长 我做什么事情 都是想做好 我觉得我尽量 而且她们那么相信我 每个孩子的个性 我都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凶她们 是因为 她们确实这种 问题不应该犯 而且她们哭也好 过后也好 有些孩子是确实不能吼 你就骂她一顿 她就醒了 都知道她们的个性 而且我训练她们 家长来的时候 我会跟她沟通 我今天做什么了 我怎么兄弟的孩子了 我是为了什么 我会跟他们 一一地说明 他们也很认可我 觉得说 我放心 可以 做得对 可是她看到的是 你为此付出太多了 我要对不起别人 那种信任 所以自己呢 这个不是说 人类乐到哪里去呢 是不错 我有时候在这睡着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一个孩子在我手上 他有改变 这跟金钱是没有关系的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呀 作为一名教师 刘女士爱岗敬业的精神 赢得了学生家长的尊敬和信任 也让我们感到由衷的佩服 可是刘女士的这些优秀品质 在丈夫眼中 反倒有点傻傻的味道 就自己到房里去 也不帮我 我不喊她不出来 哪怕你在你外面忙着不得开交 你不喊她 她绝对不出来 就在里面 刘女士说 在事业上哪怕她再累 丈夫也不会给她一点帮助 这让她感到特别失望 她完美了 我就说 我在观念上不认可她了 王先生说 妻子做事一贯喜欢追求完美 这不是一种好性格 但是观察员古月 并不认同王先生的看法 古月认为 王先生在用自己的观念要求妻子 这其实是一种自私 王先生 我想首先和你聊一下 我发现一个矛盾的地方 当您的爱人 他非常尽心尽责地去教他们孩子 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他能够去批评孩子 而且有方法地去跟家长去引导 其实在我们看来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但是在你的口中 你却说到了 您妻子的不自爱 甚至把自己的身体 都给打进去了 这似乎听上去很矛盾 但是这个矛盾 就又让我想通了 我想到了自私的基因里面有一句话 明显的利他行为 实际上是伪装的自私行为 我觉得你是自私的 如果家里只有一套房子 家里所有的人都住在那个房子里面 你却要把这个房子去卖掉 去买一套没有产权的房子 或者说去租一套房子 让家人居住在那里 那个钱用来去投资做房产 那说明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投资买房子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 你投资去买房子这件事情 它不是去改善你们家庭生活质量的本身 而极有可能的是什么 你是要证明自己 你是要给你的亲戚朋友看 你自己有多厉害 所以我觉得王先生 您家庭当中的这个矛盾点 往深层次看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一种自私 观察员古悦的话 让王先生心里一震 他没有想到自己固实的观念 会被解读成一种自私 王先生说 他的这种观念 也是在特殊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 他的身世有些凄凉 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哥哥虽然比他大几岁 但是表现得还不如他成熟 我从小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 要养我母亲跟妹妹 我从小就是摸滚打爬长大的 特殊的人生经历 造就了王先生坚韧务实的性格特质 在王先生心里 现实是残酷的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先保护好自己 可是王先生的这种性格特质 与妻子刘女士恰好格格不入 刘女士的性格特点 既单纯又善良 她相信世界是温暖的 有能力的时候 她也是尽力去温暖别人 当初竟然介绍认识王先生之后 刘女士就是在这种性格的影响之下 选择嫁给对方的 刘女士抱着单纯和善良的性格 与王先生坚守了十几年 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回报和认可 甚至还被丈夫冷嘲热讽 于是她的心中充满了委屈 她的情绪也变得易怒了 观察员钟月英认为 这和王先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女方今天的这种满腹的委屈 这种烦躁这种 她并不是真正的说要脱离这个家 她只是在想 我当年是不是选择错了 为什么男方看不到 不认可我 始终在找这个答案 找这个疑问 所以她很纠结在这个点上 男方今天说起来好像蛮轻松 一旦你真的要离业就算了 怎么怎么怎么的 你要知道啊 真的到了那一天 你才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可贵 尽管她现在情绪是 很多时候难以知控 经常的爆发 但是一个家庭 她做得妥妥贴贴 管好了孩子 伺候了你的老母亲 到哪去找几个这样的媳妇 我觉得男方 你今天的这种淡定 是会激怒她 而且我也会觉得很寒心 如果假设我是 你们家的这个老人 我还清楚的话 我就会觉得 这个儿子 如果真的跟这个儿媳妇分手了 那真的是这个家庭的一大损失 一大悲哀 应该知道 你所谓的工资交给了她 她不是没有劳动能力 她一直在努力地工作 她甚至放弃了竞争园长 来伺候你的老母亲 你也不能说她就是不想当园长 有她的原因 但是你要看到她的牺牲 奉献和努力 而不是你今天这样子否认她 王先生这边看到的就是 妻子要求完美 要求得很高 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所以呢 她把自己搞得很累 那由于累这个原因 很有可能就导致 她的情绪比较高涨 然后脾气比较暴躁 但我想知道的是 她为什么会追求完美 为什么会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那有很多人说她就本能啊 她就遵求一个完美的人啊 原因不是这样的 我看到的是 刘女士 对孩子也好 对家庭也好 所有高标准的要求 皆源于 王先生 对爱的希望的高度 刘女士结婚之前说 我爱她 我想给她一个家 结婚之后 她的宣言应该是 我爱她 我要给她一个满意的家 你所满意的家就是 妻子工作有业绩 工作很开心 孩子学习有成绩 孩子生活很开心 母亲生活很健康 母亲情绪很乐观 你希望达到的这一切 这种高标准完美的相合 无论你内心是不是这样的 但你的妻子解读成是这样的 所以她才会 在你眼里 高压力 高标准 她离开你 不是要离开婚姻 而是因为她对你的爱 唯命适从 遗憾的是她力不从心 这才是她 真正暴躁的原因 我不希望王先生 自身守着一份 沧海桑田海枯石烂的爱 而你却不知道 这才是最让人抓狂的事情 那么刘女士这边 我不知道你听了 我给你内心声音的解读 是什么感觉 我希望你 借此能自我觉察一下 如果你觉得一份爱很沉重 那一定沉重的部分 是你自己解读出来的 而对方并没有给你 条条框框的要求 希望母亲开心 希望你开心 希望孩子开心 有学习成绩 工作有业绩等等 希望大家都有 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变成负担 任何一份爱和情感 一旦成为负担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我们逃离 我听了这么久 我也挺纳闷的 因为其实听来听去 你们家并没有 非常深的婚姻矛盾 但是刘女士今天说 要离婚决心非常之大 我打个比方 刘女士 比如说我们在走一段旅程 一条路走了挺久 觉得很累 想停下来 那么你觉得你很累 想停下来 是不是这条路错了 不是 不是 那是你错了吗 你觉得是你错了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 为什么你会累 会想停下来 那可能是因为在这条 路途的过程当中 你做了很多事 比如说你挑了担子 你割了麦子 你照顾了老人和孩子 所以我打这个比方 我相信刘女士 一听就明白 这个意思 我个人的观点是 你今天想离婚 的确是你的心里话 但是 并不是婚姻错了 不是这条路错了 而是你太累了 今天通过很多事情 我发现刘女士 你也是一个 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人 比如说 你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 经婚姻家庭的能力 前面提到董事长 要你做园长 很显然 你是一个 有工作能力的人 但是 让你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了家庭 要照顾婆婆 今天哭得最伤心的 就是讲到这一段 你内心很委屈 很难过 其实我个人认为 当初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是可以两全的 不是说放弃了 A 选择了B 就是对的 包括你今天说提离婚 只是因为你扛不住了 你不能抛弃自己 你也不能抛弃你的工作 你也不能抛弃孩子 但是你现在很累很重 你总要放下一样 所以你会觉得 那我放下婚姻吧 你可能觉得 当我放下了 这个筹码的时候 这段婚姻的时候 我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但是未必是这样的 就像当初 你本来可以做远仗的时候 你选择放弃 你今天以为 你放下了婚姻 你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但是以你的性格 你放下这段婚姻以后 我也很担心 你依旧难以轻装上阵 因为关键是你的性格 你处事的观念 方式 这些没有调整 那即便你是单身 即便你以后 以另外一种形式 来进行你的 后半身的话 你依然是活得很沉重 很沉重 还是要 往内看 多调节自己 多调整自己 心态也好 方式也好 方法也好 观察员李凡的发言 和其他三位观察员的发言 有所不同 他把发言的重心 放在了刘女士身上 李凡认为 刘女士要先从自身 开始改变 才能改变在婚姻中的 这种痛苦感受 那么调解员胡建云 又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一个方面 我想请刘女士想一下 当前你的困惑 至少你的 这一种不舒服的状态 真的在离老婚之后 就可以得到解决吗 离婚 对你来说 究竟是一种 平衡内心的方式呢 还是你不得不做的 现实选择 如果他非做不可的话 是因为做了之后 马上会有一个反馈 用来解决某些问题 那如果这个事情是 做了之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赶快先来一刀切断 那么这一种 往往是情绪上的东西 那作为我们的话 就有必要的提醒到你 并不是说一定要阻拦 对你可以先想一想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可以回顾一下 你的前半生 看看你的人生轨迹 我也发现 慢慢的好像有点规律 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其实你的生活内容 有点像这样啊 每个阶段都有你特别 关心的事情 然后你特别用力的 在做这些事情 而并不是为了谁 当初你惊人介绍 认识他之后 你被一件事情打动了 而不是被一个人打动了 这件事情就是 化身为一个 能拯救他的女婿 至少能够给一个 很可怜的男人 带来幸福的 这么一个形象 你是开始 最关心的是那件事情 所以其实从你的表述来看 并不是当时 王先生有其他的特质 是吸引到你 而是那个故事 吸引到了你 那个时候 是你那个人生阶段的 一个焦点出现了 好 你的性格马上就跟上了 全身心投入 不计牺牲 后来你工作了 工作成了你的 当时的一个焦点事件 你要把这个工作 做到最好 并不是为了谁 从后面 你带这个培训班 你那么用力 你们俩对这个 带培训班的孩子们的 这个描述来看的话 你依然是用这一种 全副热情 身心俱疲的方式 投入其中 你要改变这些孩子 让他们更好 你在完成一个教育事件 所以 那是你后面一个阶段的 焦点出现 另外一个 生活里面的焦点 就是 带好孩子 照顾老人 你都是这一种 全副身心 然后身心俱疲 到了现在 你累了 新的一个事情出现了 吸引了你 所有的注意力 离婚这件事情 引起了你高度的关注 非做不可 所以你看 当你这么用力地 做每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 寻找每件事情的 最美的状态 你每件事情都在 不自主地接近 或者想去达到一个 完美主义状态 所以我认为 很有可能 这么一种 完美主义的内心 使你慢慢地 不满意 自己的现实 你觉得非常的 焦虑 你不舒服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 是希望留意 你去重新看一下自己 我是谁 我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不舒服 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 就是归根到底 让我们不舒服的 只会是我们自己的感觉 而并不是别人的 所作所为 调解员胡建云也认为 离婚并不能让刘女士 活得轻松快乐 如果刘女士 想活得轻松快乐 首先就要从自己内心 开始改变 不要事事都追求完美 不要把责任变成压力 那么刘女士 能做到这些吗 调解至此 胡老师决定 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古月和廖阿姨 带着男女双方 分别进入了密室 听了老师们的建议 我觉得很有 很有启发 自己本身有问题 可能是我确实 有时候有点任性 开始你上场的时候 主持人问你的 这个诉求的时候 你是很坚决地说 我要离婚 好 通过长达 这么时间的这种条件 现在你的想法 真实的想法 可以告诉我吗 就是说 选择就是离还是不离 因为我要听你 真实的感受 我们才去好好去 去跟你沟通 知道吗 离了吧 还是想离了 刘女士的这个表态 出乎我们的意料 你离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累 很累 很累 她的脾气来了 很偏激的 不管自身的安全 也不管孩子和我的安全 一定要爆发晚 不管是造成什么后果 刘女士说 丈夫的脾气 让她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如果丈夫在这方面 不能有彻底的转变 她还是会选择离婚的 那么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 会有怎样的表态呢 以前我就是应该动手的人 动不动都应该动手 现在十年来 我跟你说 没动 连我人生都没动 现在只是声音大一点 他就说 你觉得你其实是 还是在这个做出让步了 做出调整了 已经很难过来了 我现在不管什么 他发脾气我都忍 王先生说 现在的他做的比从前 已经好多了 虽然还有不足 但是他会不断地努力 听了我们调节团队的点评 他对自身性格上 存在的问题也很清楚了 我知道我老婆西洋什么东西 我也知道 知道是吧 西洋人可 但是我从小 我就学他们说的 我大胆子主义 关了 这些话好像 从我说的口里 特别别流言 这位有些大男子主义思想的 王先生 真的愿意为了妻子去改变吗 回到调节现场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他是否能够成功地 挽留住 想离婚的妻子呢 在密室环境已经结束了 看密室之后 两位当事人 想法有没有什么变化 听到老师们的话 我觉得自己也有很多缺点 做自己做得不够好 受了很多启发 会好好想一想 那离婚这件事情 先冷静一下 再说 让自己有个时间 想想前走 不那么着急 我以前也没认识到 经过这一次交谈的话 我感觉到我 说话太自负了吧 在大男子主义 还有不懂得沟通方式 自己认为说得蛮好 但是确实是 起了什么作用 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说实的话 我其实从我说的那些话里面 我每一句话 我对我认为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把我老婆放在地上 但是他反而这种说法里 激化了我们的矛盾 可能 对不起 老婆 我在以后我是真的 说话我在 不像以前那样 我从来 但有些方面 我知道你对我的看法 但是我 真的不是影响的那样的人 调解结束了 夫妻双方对自身的问题 都进行了反思 王先生说的话 听起来虽然还是有些自负 但态度看起来 还算比较真诚 我们希望 这对夫妻回家之后 能够有一次 深入坦诚的沟通 增进了解 用一颗包容的心 来面对彼此 毕竟没有价值观 完全一致的夫妻 很多时候 夫妻之间也要学会 求同存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